簡書培跟陳賢偉來到台北地檢署 針對於網紅陳之漢 這個禮拜來多次在他的直播節目 講說他曾經擔任過職棒的球板 這一件事情要來提出相關的告訴 在禮拜天的時候 台灣的台灣隊 我們的國球選手 奪得了12強的世界冠軍 全國都為這件事情高興跟興奮開心的時候 陳之漢先生館長居然在他的直播上面 潑台灣隊冷水 甚至還說很多的政治人物公然的在趁台灣隊 他居然還把自己過去曾經在職棒牽毒 擔任主頭的事情拿出來說嘴 我認為這一件事情是讓所有台灣人民憤怒的 台灣人喜歡棒球 把棒球當成國球 過去職棒也是讓很多的人為之瘋狂的 但就是在1996年到2009年 有黑道介入去脅迫我們的職棒選手 打假球 甚至用金錢 用暴力來威脅我們職棒選手 讓我們的職棒選手的成績都是被假造的 被他們脅迫的 所以才導致我們的職棒 讓球民 讓全國人民傷後的心 也影響了棒球在台灣的發展 現在12強 重新讓台灣的棒球在世界發光發亮 所有的台灣人民都要為了這件事情開心 但是網紅館長陳知翰居然又把自己曾經當任主頭的事情 拿出來酸所有的棒球 我覺得這是讓人家憤怒的 這也讓我想起來 之前兄弟的球員周思琦在隱退之後 接受媒體訪問他說了一段話 在他的職棒生涯裡面 面對到千賭事件黑道的威脅 他真的感受到非常大的壓力 他曾經在旅館裡面多次的被黑道押走 他不知道他被押走之後 他能不能活著回到球場 可見一個隱退的球員 在他的職棒生涯裡面 記憶最深刻 最恐慌的一件事情 就是被黑道威脅來打假球的這件事情 而館長身為一個網紅 在這個禮拜多次把他自己擔任 球板的這件事情拿出來說準 所以我今天跟陳賢慧議員 到了地檢署 針對於館長志成自己曾經是球板這件事情 也涉入了職棒遷阻這一件事情 非法遷阻這一件事情 我們要依照刑法的獨博罪 詐欺罪 更甚進一步的是 組織犯罪條例的第二條 他是不是用組織犯罪的方式 有脅迫過球員來進行打假球這件事情 我們要要求檢察官來進一步的調查 希望能夠把這些不法之徒 依法就辦 然後才能夠一陣十庭